大家好,欢迎来到Mile for Feet 今天是2019年6月7日,我又来了 昨天有朋友们说,哎呦,大麦是不是太兴奋了 咱们这个节目呢,并不是一个很严肃的节目 并不是说咱们这个节目像宇宙大探索,科技大视野 或者说马叔说电眼等等 再加上呢,健身呢,是比较轻松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呢,不想搞得太严肃 不想搞得太严肃 主要类型呢,还属于聊健身,看健身,说健身这种 能够在节目中呢,大麦能够展示出真实自己 真实自己的观点 同时呢,能够把最新的健身健美界的一些消息呢 动态呢,带给大家,我就满足了 好,今天呢,咱们还是先关注一下肖恩雷登 肖恩雷登呢,在前两次的嘉宾表演中的表现呢 备受争议之后呢,他接受了NPC国家健体委员会的采访 主持人Frank问道,雷登,你最近的嘉宾表演引起了巨大争议 但是好像没有想象中那样刺吗 雷登回答,我都44岁了 我43岁取得了奥林匹亚冠军 在这项运动中我干了这么多年,我知道怎么关照自己 去年可能是我最好的在台上的体型了 在这之后,我确实歇了一段时间 我必须要平衡我的生活 我是有家的人,我还有三岁的女儿啊 我休息了一段时间,为了确保我更有竞争力 我还做了两次的血液检查 我和那些一年之中都处于备战状态的运动员是不一样的 你可能不理解或不喜欢我的说法 但是这是你的意见 为了能够使我有自己有更好的状态 我还会持续的按照我现在的做法来做 我也知道我目前的体型大家看了之后可能会觉得不好 但是像罗尼库曼,杰卡特,还有肖恩雷 他们都有胖的时候 大家真的不知道 以我们这种专业运动员去竞争奥林匹亚先生 都会经历些什么 我将会继续的照顾自己,并照顾自己的健康 接下来肖恩雷能说到 我有一些话想说,我不想伤害某些人的感情 最近几年我们失去了很多的健美选手 大家觉得我是奥林匹亚冠军就应该做这个或做那个 我当然很感谢大家的激励 好,在此插一句 实际上肖恩雷灯说到这儿的意思 就是说让大家知道健康和生命是最重要的 虽然今年也要参赛 他也需要做出努力 但是他不能因为这个参赛不做出调整 把自己命都没了 这是毫无意义的 接着肖恩雷灯说到 我在17岁就开始参加比赛 现在都这么多年 虽然现在我是奥林匹亚冠军 但是我必须要把我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只有我健康我才能继续训练 把自己最好的体型展示给大家 接着肖恩雷灯说到 好多人跟我说 这比奥赛还没有几个星期了 你现在还不着急吗 肖恩雷灯笑着说到 等着看大家 我的进步将会是过山车级别的 接着肖恩雷灯表示道 还有其他奥林匹亚冠军呢 你为啥老说我呀 同时他表示 请大家继续的对我进行评判 直到9月份奥赛的时候 值得高兴的是肖恩雷灯表示 每年参加完奥林匹亚 新的一年我都要重启 去年奥林匹亚已经过了 今年我的目标还是奥林匹亚冠军 接着主持人Franck问道 如果菲尔西斯哪天再回来 你会怎么想 这不得不承认 肖恩雷灯相当成熟 心态的相当平和 他说如果菲尔西斯回来 如果赢了我了 我会上去祝贺他 不管三七二七不说废话 哪点赢了我了 我不关心 反正你赢了我了 我就去祝贺你 我做好自己就行了 他说 从这段采访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肖恩雷灯和大麦有点像 他并不是一个很高调的这么一个人 他是一个很低调 很勤奋 很专注于自己的训练 同时把自己的最好的形态 表现给大家 最后的结果 也不是他能控制的 行 能得冠军 那更好 不能得冠军 那我向其他的冠军表示祝贺 就是这么一个高智商 高情商的这么一个 很成熟的运动员 这又让我想起了 另一位阿诺德冠军 曾经在台上的表示 说健美运动 是相当肤浅的运动 我也个人也这么觉得 健美运动 它是根据你的体型来评判你 所以说做一个运动员来说 你必须得有高智商 高情商 特别是高情商 你接受别人的判断 每天都有人来诈指你 你这不行了 那不行了 这块大了 那块小了 在这行 你就必须得接受别人的诈指 接受别人的批评 接受别人的这种评判 对吧 在这里我还举个例子 谁谁情商高呢 黄哲勋黄之父 我觉得情商挺高的 最近有传言说 凯格林可能要回归奥林匹亚 到底是应该回归呢 还是他到底愿不愿回归呢 这是两码事 我个人觉得呢 凯格林应该回归奥林匹亚 去再参赛一场 至少拿个人民冠军呢 好 在关注完两位健美大佬之后呢 咱们继续关注一下最近的比赛 在6月8号呢 在德克萨斯州呢 有一个健美本地赛 那么来自日本的山岸秀匡呢 将会参加 但是从这个名单上来说呢 Country呢 并没有写者 喷儿写的是来自拉斯维加斯 在奥林匹亚212的级别当中呢 我们没有发现 山岸秀匡进入入选名单和积分名单 那参加这次本地赛 是不是为了能够登上奥林匹亚舞台呢 我们拭目以待 大家可以看到 山岸秀匡留起胡子 还是非常精神的啊 年轻时候的非常帅 好了 我们接下来再看另一条消息 在6月8号的Muscle Beach将会举行 著名的Muscle Beach本地赛 来自泰国的PT这位选手呢 又会参加这次比赛 那么他的目标一定是奥林匹亚大舞台 那么我们预祝他在本次的Muscle Beach比赛当中呢 取得好成绩 咱们上次看到了PT在泰国健身房的新颖器械 那这次呢 他给大家又带来了三种不一样的器械 咱们可以看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18年的健体冠军布兰登 布兰登现在呢 身体状态呢 慢慢恢复起来 状态还是可以的啊 好 咱们可以看到布兰登最新的肌肉创材 那左边呢是布兰登上高中时候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上高中时候呢 没想到这位青年呢 日后有这么大的成就啊 成了奥林匹亚冠军了 俗话说的好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凉 咱们看一下布兰登刚刚出道时候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 确实呢 能够看出确实比高中成熟一些 同时看出他的心路历程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布兰登最新的一组肩部训练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啊 他身上背着一个很粗的弹力带 那说起布兰登呢 布兰登刚刚进入了美国亚铃俱乐部 所创办的这个健身健美名人堂 这个亚铃俱乐部呢 实际上是一个民间组织啊 他呢 主要是创立了一个亚铃俱乐部的名人堂 主要呢是每年呢给一些知名的健美健身的人士 这不是在今年的时候呢 布兰登入选了 这个名人堂 大家可以看入选的时候给他的牌匾 那可以看出布兰登是相当的喜悦和高兴啊 同时呢著名的健美传奇啊 Frank藍恩和黎巴嫩雄师呢 也到现场呢亲自表示祝贺 那么布兰登在今年的奥赛成绩如何呢 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从布兰登的性格来说呢 他性格非常好啊 经常是乐乐的亲和力很强 所以说呢 对于国际职业联盟这样的一个赛事来说呢 就喜欢这种亲和力强 有宣传能力强的这么一些运动员 这就让我想起了另一位运动员 叫大杰瑞米 大杰瑞米平时看上去还是蛮凶的啊 那最近布兰登又发明了一个动作 就是蹲在地上搓手 我不知道这个动作来源于哪啊 大家有资料的可以留在屏幕下方 说着说着呢 咱们那个大杰瑞米就来了啊 哎呀 大杰瑞米看起来确实很凶啊 据他自己说呢 这张呢是因为很饿了啊 很饿了 两边的腮帮呢都已经陷下去了 那大杰瑞米最近的训练呢 也是相当的猛烈啊 其实我觉得大杰瑞米的肌肉状态呢 还是其实还是很强的啊 那既然奥赛有他的资格呢 他完全可以去选择参加奥赛 但是呢去参不参赛呢 还是取决于他个人 我觉得他去参赛呢 应该前五应该问题不大吧 当然作为四届奥林匹亚冠军 已经不满足于取得前五名了 去了就是冠军 不是冠军我不去 其实这种心态呢 说也对 但是说呢也不对 正是这种这冠军的心态呢 让他高不成低不就啊 但是对于广大的健身爱好者来说呢 还是很乐于期待 杰瑞米的能够在台上 再次展示他的英姿 说完大杰瑞米 咱们就说一说 沉寂一句的小杰瑞米 小杰瑞米呢 在奥赛名单上呢 资格入选 还有积分表上都没有他 那看来今年 他可能不准备参加奥赛了啊 但是呢 小杰瑞米呢 从来没有放弃训练啊 一直是努力的训练 毕竟呢 他还代言了几个营养品 还有服装 所以说呢 也祝小杰瑞米呢 在日后呢 有更大的发展 相比大杰瑞米和赛迪克 这种成熟型的社交性运动员呢 小杰瑞米在平时 自己的社交展示当中呢 显得有些不太成熟 这点呢 他应该多学习一下 大杰瑞米和赛迪克 多拍一些自己训练时候的视频 进行社交展示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可爱的史蒂文曹 史蒂文曹呢 是我喜欢的一位可爱 憨厚 同时有意思的一位运动员 他最近的训练也相当卖力 因为马上也要参加比赛了 所以我祝他呢 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呢 取得好成绩 大家从他的肌肉展示照片 可以看到他的二头和三角肌 还有他的脖子和胸肌都有 很大提高 当然他几个月之前 也做过扇气手术了啊 所以说呢 他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我们的微笑王子赛迪克 那么赛迪克 咱们大家知道 他最近呢 盖了自己的新的家 同时呢 在车库的自己组建了一个家庭健身房 而今天的视频片段呢 就是在他的家庭健身房拍摄的 而不是在专业健身房啊 是家里 家里拍摄的 大家可以看到 为了更好进行训练 赛迪克把新家的车库改成了健身房 那么 整个的色调呢 是白黑两色啊 中间呢 可以停一部车 那么有亚铃杠铃 还有一个深蹲架 还有一个有氧的骑车机 还有四个轮胎啊 那车库如果只能停一辆车的话 那另一辆车停哪呢 难道他们家只有一辆车吗 那他媳妇平时出去买菜开什么车呢 我又多虑了 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澳洲的小阿诺 澳洲小阿诺最近最大的变化就是把胡子给刮了 那说明他又回来了啊 好 希望他一切安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从舰体转到古典的 罗根弗兰克林当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马上要用英文喊出来 哇哦 为什么呢 因为罗根弗兰克林的腿部相当古典 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 他上升了有些单薄啊 所以说到底他转到古典之后 有没有更大的发展 我们拭目以待 罗根弗兰克林目前还在奥林匹亚的积分表当中的见底级别 目前排在第27位积分是8分 他能否顺利参加澳赛呢 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最后我们看一下来自斯洛伐克的长博小怪兽的肌肉展示 这次肌肉展示呢 又表明他又强大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不要忘记 分享关注和点赞 咱们爱好国建训 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支持 杨栋梁 大家ony